你想干什么 刑讯逼供 刘奇摇了摇头 你知道那座古墓是什么地方 是省一级的保护文物单位 你们擅自打开门锁 闯进去 我有理由怀疑你们是一群盗墓贼 光凭这个 我就可以立案 先拘留你半个月 慢慢审查 一双羊嘴角抽出起来 不用这么损吧 对你们这种人 我一向都是这样 刘奇嘴角带着胜利的微笑 这时候外面有人敲门了 一个警员早了进来 在他耳边对着刘奇说道 刘队长 有人来接他了 什么人 就是刚才走掉那个大叔 跟他一起的那个 来得正好 他还想带别人走 他自己就是同伙 刘奇说着 就要出门 被那个警员拦住了 这时候 两人一前一后走了进来 叶少阳抬头看去 前面的一个是五十来岁的警察 身色很威严 后面是一个不认识的 穿着西装的中年男子 周局长 刘奇立刻站直了 恭敬地打着招呼 周局长看了叶少阳一眼 对着刘奇说道 让他走 刘奇一下子呆住了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案件跟他没关系 让他走吧 刘奇带若母鸡 这时他身后那个中年男子 走过上去 冲叶少阳点点头 叶先生 跟我走吧 叶少阳睁睁地看着他 很想问他一声 你是谁啊 不过再看眼前的处境 还是先离开这儿再说 于是起身 跟着这个中年人 一起出去了 从刘奇身边经过的时候 叶少阳看着他一眼 刘奇气得满脸通红 但是又无可奈何的表情 让叶少阳心里面感到很爽 局长 我不明白 为什么要放他走 他明摆着就是知情人 难道 是有什么 对我们的人施压吗 局长在办公桌面前坐下 抬头冲着他说道 当那个男人 是绿里的负责人 绿里公司 是当地最大的一家 房地产开发商 在这个成德下属的 小县城的经济方面 占着相当大的分量 这些常识 刘奇当然是知道的 争了一下 不满地顶撞道 难道我们警局 要听到一个地产商的话不成 局长说道 你想多了 只是正好他们过来打听情况 我顺水推舟而已 你比我清楚 这一宗连环失踪案件 绝对不是普通的案件 而今又涉及到了那座古墓 更加确定了这一点 我说的是哪一方面 你也清楚吧 刘奇一惊 立刻听出了局长的意思 灵异事件 以他的身份 不方便直接说出这四个字 因此才绕弯子 隐晦地表达出来 我可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 一定会有科学的解释 刘奇话没说完 就被局长白手打断了 之前 绿地的陈总 跟我说了那个姓爷的背景 我觉得你应该跟他多接触 合作破案 而不是像对待犯人一样对待他 我放他走 也就是不想你做得太过 得罪人家 免得将来不好合作 哼 那个神棍 刘奇冷哼了两声 气地转过了脸去 叶少阳跟那个中年男子来到了警局的大厅 老姑立刻迎上来 陪他们一起出去 因为还在警局里 叶少阳也不好问什么 三人一起来到了外面的停车场 那个中年人让他们稍等 自己把车开着出来 这车啊 得一百多万呢 老郭扎的嘴说道 他是谁啊 叶少阳按捺不住问道 一会儿让他自己介绍吧 上车之后 中年人一边开车 一边介绍自己 我是绿地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 我叫陈涛 叶先生 很抱歉 我来晚了 让您受委屈了 这么客气 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 开着一百多万的车 妥妥的土豪啊 凭啥对自己这么客气 关键是 自己压根就不认识他 陈涛从后视镜里 看见了叶少阳一脸蒙蔽的表情 笑着笑说 叶先生 您来承德 也不跟我说一声 我这地主之一 也没见到 反而还让您进了局子 这万一传到周经理耳朵里 我这可是要受批评的 周经理 叶少阳脑袋转了个腕圈 猛然想起了什么 使谈的问道 你说静如啊 正好这个时候 叶少阳手机响了 拿起来一看 是周经如打的 接听之后 那边立刻传来了 周经如紧张的声音 询问他怎么样了 没事没事 我出来了 叶少阳解释了几句 周经如问候了几句 让他把电话交给陈涛 周经理 人被我带出来了 放心放心 我一定好好招呼 尽一切能力配合 陈涛在电话里十分客气 老郭趁着功夫跟叶少阳结识 他们几个离开之后 立刻就想办法要把叶少阳弄出来 老邱也走了关系 但是刘奇是刑警支队队长 他一手抓的案件 不讲情面 老邱也无计可施 老郭这时候想到来之前 周经如关照过的话 星城集团在这边 有一家投资的控股公司 据说在当地影响很大 于是立刻打电话给周经如 周经如又联系了陈涛 告诉他叶少阳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让他立刻想办法把人弄出来 东家大小姐开口了 陈涛哪敢怠慢 赶紧找当地的县分局局长 打听情况 然后亲自过来接人 果然是有钱好办事啊 叶少阳感叹 他最感慨的是 以前他以为周经如家 只是在时常吃得开 最多辐射到江南上 而今才知道 星城公司真的牛 老郭看到他的表情 笑着用胳膊撞了他一下说 你感慨什么 后悔当时 没同意给人当上门女婿 别闹 叶少阳有点尴尬了 老郭瞟了陈涛一眼 故意地说道 其实现在也不晚 周老爷子那么喜欢你 你什么时候浑心转意 都是可以的 果然 陈涛听见这话 手抖了一下 差点没能握紧方向盘 干咳了一声 试探地问道 叶先生 跟周经理是 哦 不瞒你说啊 我师弟是静如的欣赏人 周家老爷子 很想收他为女婿 陈涛一颗心剧烈地跳了起来 这么私密的事情 如果不是真的 这大叔当然不敢乱说 再想周静如亲自打电话给自己 那急迫的语气 更加印证了两人之间的关系 一定是非同寻常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